AG连夜找庙想败一败 三次抽签 全都属于下下签 更是被TTG轻松碾压 6.6说出大实话 没打几天训练赛 一下子上来就把对面冠军给赢了呀 做梦啊 烦死了 对 AG还是要保持质疑 最初直言 AG跟WB最难受 赢家的处境会处于大优势 伴随着挑战者杯第三轮抽签结束 如今只有 AG跟TTG没抽过外赛区队伍 只是后者大概率能三连胜 晋级八强 前者稍不小心 就要拿到两连败 处境太不相同 就连AG的运营 也是发文连夜找庙 想要败一败 只能说 AG把运气都给了夏季赛 这一轮挑战者杯 对他的考验太大了 然后 AG输给TTG后 立马就有一群人开始唱衰 对此6.6演示 说出大实话 这阵容刚开始磨合 第一轮能赢KSG已经不错了 想要马上赢下冠军 其实就是在做梦 但现在还未到最后 谁能夺冠还不一定 谁又能确定 AG不会崛起呢 每个队都会有强的时候 跟弱的时候 慢慢进入队 本来就是 本来这届 我说实话 我赛军我就说了 刚回来磨合 那第一场是赢了 KSG打得还不错 你要真的碰TTG的话 你就是不好打 怎么一上来磨合 回来刚刚磨合 没打几天训练赛 一下子上来 就把对面冠军给赢了呀 问啊 赛程还长 最后谁都冠还真不一定 你们说薛兰有问题 那上一把 其实上一把 我们看下来 其实你觉得 清新的效果都在整场的话 对于 证明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没有啊 就是证明四打四打 四打四打爆了呀 上把那个夏尔敦 我说实话 换你们谁上的都能赢 我意思吗 那我说实话 你换 你让薛兰去 那一把 我就单说上一把 你让薛兰去对面打夏尔敦 能不能赢 然后就是 AG抽到WB后 最初也是 只要这两支队伍最难受 输赢的处境相差太大 如果输了 有可能会抽到E-Star 意味着总有一支 KPL队伍会被淘汰 赢了即便后面遇到 KSG跟DRG都有一战之力 只能说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个签最难受的 还是AG跟微博 如果赢了的话 可能会遇到 淘汰和勤酒 AG上会 如果赢的微博是2-1 2-1的情况下的话 只能遇到 淘汰和勤酒 就是上面掉下来的马 掉下来两个 然后自己这一组 就差不多 三个 输了就会遇到 赢了的话就会遇到 打微博不好打 但没办法呀 不好打也得打 还好吧 微博状态也没有那么好 只能做四军力敌 总的来说 AG这运气属实是没谁了 加上他们 又没有TTG这样的硬实力 抽到KPL队伍自然是下下签 哪怕他们最后能赢 这次挑战者背的压力 也是拉满了 至于AG跟WB谁的赢面更大 感觉上双方55开 虽然第一轮WB的表现不太好 但是他们调整的能力非常强 加上WB打 AG赢多输少 所以对AG保持之一会更好 免得到最后输了更接受不了 大家觉得呢